台灣不能夠悶起頭來管 不管美國怎麼看 不管中國大陸怎麼看 因為我本身在大陸左任職 中國大陸現在對於台灣的這些政黨輪體之後 所有的整個情況 它可能都會曲解 這就是開始這個鬥爭清算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可能民進黨它有些推動一些理想價值 也會被我們抹滅 這也不是我們所樂見的情況 這就讓我想到了上個禮拜 我在第二次來到也是同樣這個地點 參加工廷會的時候 有某位教授 他在工廷會上面的發言 顯然是不符合上一次工廷會的主席 他個人的政治偏好跟判斷 於是主席當然在會議現場 並沒有做任何的價值判斷 到了會議結束之後 透過臉書這種公開散布的方式 來配合媒體的這個報導 來表示自己對這位參加工廷會教授 這位工廷會這個教授認為 中正紀念堂的觀光價值還是值得保存 這位主席就對於這樣的意見 透過臉書的方式 對這樣的意見表達相當的不滿 我廖一鳴目前在這邊發言 我的發言內容不知道什麼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受到立法院委員會工廷會的言論免責權 以及不受其他地方的這個毀謗 或者是這個言論侵犯這樣的權力的保護 波蘭的清洗 波蘭的清洗之後 它會造成一個很嚴重的獵巫形象 造成整個政府官員 因為它總共有30萬人受影響 整個政府官員跟整個民間都 整個氣氛都一直改變 那結果他去年極右派人上台之後 就推動了很多前置言論 把媒體的總裁完全化歸為 政府財政部長單一就可以任命了 所以說波蘭政府會主席 他就會說 雍可 他就說這個波蘭是違反民主價值 如果說他會進行去調查 如果說歐盟發現波蘭是有違反民主價值的話 會對歐盟發出正式警告 甚至停止波蘭在歐盟的投票權 那波蘭1997年之後 到現在修改很多次的這個波蘭清洗法 後來涉及到 大概當時涉及到30萬 後來就快70萬 請再往下看 那結果2006的民調顯示 70%的受訪民眾認為 清洗法只是執政黨的政治工具 那並不是執政黨政府實現正義的方式 那就是說波蘭一直在做 他目前的整個社會氣氛 還有整個政府的做法 都一直有越專權之餘 所以也受到歐盟的警告了 針對剛剛這個理研究員的發言 我想我做一些回應 就是說我想我們在討論這一個 跟轉型正義的事情相關的問題的時候 因為這牽涉到整個社會的 的和解以及我們民主價值的確立 就是違反了人權 違反了人性尊嚴 這裡面不是 不應該有一個模糊的地帶 那剛剛關於波蘭的這個清洗法 或者是所謂的除垢法 當然台灣是不是應該要採用這樣子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的確這樣子的方式 是不是適合在台灣 這裡面有討論的空間 但是不應該把波蘭用了這樣子的方式 結果波蘭現在是在一個極右派的政黨 或者是一個民主主義的政黨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說 波蘭推動轉型正義是徒勞無功的 波蘭今天之所以會走到這個地步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當他們在進行轉型正義之後 他們並沒有繼續深化 他們的民主教育 所以其實轉型正義只是 某個程度上它像是一個手術 可是在手術之後它要有復健的工作 我們不能只是說 我做了轉型正義之後 那我不再繼續去做民主的教育 這個東西是要持續 永遠永遠的必須要做下去的 這個事情之後 在轉型正義的工程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子深化 我們的民主價值 怎麼樣讓我們的社會 透過好的教育 可以走上真正的自由多元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我們知識分子 更應該想辦法來幫助 我們的社會所做的事 謝謝大家